大家好,我是小雅,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《变种DNA2》本片剧情承接上一部,故事依旧发生在纽约。 尽管人类在那次地铁站的战斗中消灭了尤达,但还是有漏网之鱼逃了出来,并完成了更高级的进化,一场危机也正在悄然而至。 在一个大雨交加的夜晚,昆虫贩子林肯正提着自己的货物箱穿插在小巷之中,这时一个黑衣人出现了, 还没等林肯反应过来,黑衣人立即将林肯残忍杀害,随后取走了林肯的两项货物。 很快,这个案件就引起了警方的注视,资深警员克拉斯前来负责调查,看着林肯的死相极惨,这让克拉斯一时间不知从何入手。 随着镜头一转,我们的女主艾米出现了,她是一位生物老师,平时也喜欢收集昆虫,但人们并不知道艾米还是一个昆虫走私者。 颇有魅力的她,常常会遇到很多追求者的疯狂示爱,这让艾米很是头疼。 这天,一位叫杰森的男子来到了艾米的家中,面对对方的告白,艾米直接拒绝了她。 性格暴躁的杰森直接踢开了艾米家的大门,随后还不停地慢骂着,惶恐的艾米只能选择默默忍受。 当杰森离开后,她决定前往餐厅与一位男子约会。 当艾米走过小巷时,那位黑衣人再次出现了,艾米礼貌地跟她打了招呼,随后立即离开。 但她并没有注意到,位于自己上方的电线处正悬挂着杰森的尸体,此时的她已经面目全非。 到了餐厅,艾米见到了新的追求者菲力。 虽然菲力看起来是一位绅士,但她很快就露出了狐狸一把,对艾米动手动脚。 气愤的艾米立即离开,这时那个黑衣人再次出现,她瞬间击倒菲力,随后将菲力拖入下水道中。 不见踪影,与此同时,克拉斯通过调查死者林肯的身份,发现艾米有很大的作案嫌疑,因为她发现了艾米走私昆虫的事情。 当她找到艾米后,艾米则表现平淡,丝毫看不出任何漏洞,无奈的克拉斯只好选择离开。 当她走过那个小巷时,黑衣人再次出现,并将杰森的尸体抛在了地上。 受到惊吓的克拉斯只好再次立案调查,这时她发现,杰森也与艾米有过联系。 很快在多个证据的指引下,艾米被警方带到了警局审问。 尽管克拉斯的同事们都认为艾米是杀人凶手,但克拉斯在对艾米的审讯后,立即排除了嫌疑。 因为杰森体型庞大,弱小的艾米根本没有立即将她悬挂在电线上,这起案件也随之陷入了泥潭。 这天夜里,因为艾米班上的学生小黑没人接,于是决定陪伴小黑等待家长。 而另一边,克拉斯偷偷地来到了艾米的家中,准备获取一些线索。 结果,她在艾米的家中遇到了一群国防部的官员,这让克拉斯很是困惑。 但这些人并没有告诉她来死的目的。 很快,他们就在艾米的家中发现了很多昆虫的粘液,这引起了众人的高度重视。 原来,四年前的尤大变异事件,政府为了避免群众恐慌一直选择隐瞒。 如今,政府发现了尤大再次活动的迹象,于是决定派人来到纽约进行调查。 看到官员们对自己很不友好,克拉斯决定独自前往学校向艾米询问真相。 与此同时,在艾米的学校中,一个曾经追求过艾米的胖保安,在锻炼时突然遭到了黑衣人的袭击。 而此时的艾米和小黑也在教学楼内发现了异常。 走廊被一堆杂物所堵住。 这时,从办公室中赶来的校长发现了这个状况,于是决定帮助艾米脱困,结果被突然出现的怪物杀害了。 见状的艾米立即带着小黑逃跑,两人躲进了一间杂物室,让艾米没想到的是,他在这里竟然又遇到一位追求者,也就是他曾经的学生尼克。 为了探清怪物的真正面目,艾米准备通过窗子进行抓拍。 这时,怪物再次现身,艾米只好带着尼克和小黑继续逃跑。 随后,三人来到了地下室躲避,通过刚刚抓拍的照片和怪物的特征,艾米推测道,这个怪物其实就是当年的尤大。 此时的他已经高度进化,并且能够模仿受害者的脸部,化成人类的模样。 随后,尼克在一束管套中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箱子,艾米立即认出是林肯的走私箱。 这时,一群尤大幼虫钻了出来,三人连忙叫他们踩死。 艾米断定,学校的地下室就是那只尤大的窝点之一。 为了尽快逃出教学楼,艾米决定带着尼克等人从小路返回走廊。 随后,三人奋力地搬挪着走廊的障碍物,这时,那只人形尤大突然出现了。 见证的艾米立即掩护尼克和小黑逃离。 发现尤大怕光的艾米,利用相机的闪光灯躲避了尤大的追击。 就在他准备回头堵住出口时,尤大再次出现,并将他击飞。 就在艾米认为自己将被杀害时,尤大伪装成了胖宝鞍的样子,并拷出一块披萨对他施爱。 原来这只尤大已经爱上了曾经参与过研制尤大的艾米。 就在艾米不知所措时,克拉斯及时出现,并对着尤大连开竖枪。 但尤大根本毫发未损,见状的两人连忙来到了一间办公室,就这样四人全部被困在了办公室。 艾米决定打电话将这件事汇报给研究所,克拉斯表示警方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来。 危机时刻,艾米决定自己留下来牵制尤大,原来他发现尤大的目标就是自己,于是决定让克拉斯带着小黑先行离开。 等他们离开后,留下来陪艾米的尼克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,他认为可以通过气味牵制尤大。 于是让艾米将衣服挂在墙上吸引尤大的注意,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了,两人见状立即离开了办公室。 而这时,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,但艾米因为害怕惊动尤大,所以并没有选择接听。 此时的克拉斯已经带着小黑逃出了教学楼,并顺利地遇到了增援的警方。 他告诉长官,艾米和尼克还在楼里,但长官表示他们并没有接听电话,由此端定两人已经遇害。 就在长官下令对学校喷洒剧毒烹雾时,不肯放弃的克拉斯立即取走了一把手枪,随后再次冲入教学楼。 与此同时,艾米和尼克正在教学楼中逃窜,发现被骗的尤大再次追了上来。 看着艾米的身边仍有追求者,吃醋的尤大立即伸出锋利的爪子攻击尼克,但被为了保护学生的艾米给挡下了。 这时,克拉斯赶来与尤大对峙,随后警方也来到了这里,他们顺利地救下了尼克和受伤的克拉斯,但昏迷的艾米却被尤大拖走了。 不忍心艾米遇难的克拉斯决定再次孤身进入教学楼搭救艾米。 此时艾米已从昏迷中醒来,她发现自己的肚子全是白色粘液,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,而她就是克拉斯。 克拉斯抱着意识模糊的她离开了教学楼,随后警方立即选择释放剧毒绞杀尤大。 这场风波过后,艾米从医院中醒了过来,医生告诉她,尤大在她的体内植入了虫卵,这才得以让她死而复生。 另一边,警方再次来到了教学楼,准备寻找尤大的尸体,结果却发现了尤大的外壳以及克拉斯的尸体。 几天后,艾米出院回到家中,这时她发现门外有人敲门,当她打开门时惊讶地发现,竟然是已经化身成克拉斯的尤大。 走投无路的艾米选择假装和她亲密,最后趁机用剪刀砍下了她的脑袋。 但尤大的躯体已经把门堵住了,而失去头颅的尤大躯体竟然还在蠕动。 最终,因为家中电话欠费的艾米只能瘫坐在地,静静地等待尤大躯体的死亡。 这场昆虫危机似乎人未结束。 作为变种DNA的第二部,她在制作和剧情上似乎并没有第一部吸引人。 作为唯一存活的尤大,她竟然彻底进化成了人形,并且对心爱的女人求爱。 这种神奇的脑洞不禁让人感到有些大低眼镜。 说到底,这还是人类擅自改变自然规律的后果,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自然,敬畏自然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我们的别忘了关注点赞哦。